据新华社5月22日报道 第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向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的说明 自香港回归以来 国家坚定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同时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 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 王晨指出 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 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 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独自决公投等主张 从事破坏国家统一 分裂国家的活动 公然侮辱 污损国旗国徽 煽动港人 反中反共 围攻中央驻港机构 歧视和排挤内地的在港人员 蓄意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暴力对抗警方执法 毁损公共设施和财务 瘫痪政府管制和立法会运作 不仅如此 近年来 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 公然干预香港事务 通过立法行政非政府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插手和捣乱 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勾连河流 沆瀣一气 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 提供保护伞 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这些行为和活动 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严重损害法治 严重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必须采取有利措施 依法予以防范 制止和惩治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有关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香港特区政府网站 22日刊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声明 林郑月娥表示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限制要求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职责所在 也是关乎全体香港居民的切身利益 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面临的国家安全局势日趋严峻 而特区行政立法机关 难以在一段可见时间内 自行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立法 特区政府支持全国人大审议 从国家层面 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同时 林郑月娥强调 决定通过后 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配合 全国人大常委会 尽快完成有关立法 与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 长期繁荣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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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